大家好,我是Stan 12月5号,SM新人男团来自公开了新曲 而歌曲公开不到一天 就在美朗Hopper,Box Bible等韩国音乐榜上 夺得了一位 在日本Line Music即时歌曲Top 100排行榜上 排名第一 在马来西亚、泰国等全球9个国家地区的 iTunes拿下一位 在台湾、日本、新加坡等16个国家地区 进入了前十位 部分地区获得了热烈的人气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来自新曲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除了副歌之外都很好 为什么突然在副歌中加入像Rave一样的部分呢? 一般歌曲都是越听越会喜欢 但这首歌一听就觉得 哦,这首歌真的不错 如果Rave部分少一点应该会更好 有点太丑了 老实说来自让我想起了以前的粉丝SM时代 Gerita很像夏伊尼感觉 翻唱《统帽星凯》 薛珀九年歌曲的也是 成员的外貌 还有他们的Y2K风格概念 我觉得都非常好 真的很有少年美 歌曲给人一种有点老旧的感觉 不是复古 而是就只是老旧 虽然不确定歌曲是否好听 但他们的路线走得似乎很不错 最近的南来斗 太追求那种潮流 但他们的概念和歌曲 似乎都保持了一定的大众性 下一张专辑看起来更为重要了 我最近没有在追星 但看到音源排安榜后感到很惊讶 没想到一个西人男团 能取得这样的排名 看到评论反应好坏都有 所以后期的听了一下 感觉很不错 我本来就不看MV 所以只是听歌 不太清楚MV的内容 但这首歌很适合轻松听 如果它进入Top 100 我不会跳过的 最近只是在装酷装很强 没有人能共鸣的吵闹rap 加上四次元的歌词 我已经不想再看到这样的东西了 希望莱子能继续保持现在的概念 然后昨天今天 也有网友们指出了 莱子的Luvia Lugue MV 和Nugens Tito很相似 大家觉得像吗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和Tito的MV实在太像了 QQ 但除了校服安学校背景 Nugens的Tito和它 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 从K-pop第二代开始 真的有太多 以校服安学校为主题的概念了 至少能列出十个 说不想到Tito真是没良心 有几个场景 简直是致敬的程度 拍摄的沟图甚至非常相似 而且最近的IDOL中 哪有这样的MV 还说这是一直以来的风格 什么呀 和Nugens Tito感觉完全不同啊 除了季节和学校背景外 也没有什么复古的感觉 更像是日本青春电影的风格 只看截图时 我还以为 哦 真的很像 但看了MV以后 完全不会想到Tito 反而让我想起了电影 从第一代偶像开始 校服概念在出道初期 就广泛实用了吧 校服概念加上怀旧过滤器 怎么就都变成Nugens了 然后这是MiniG 还在SM的时候 就是它常用的概念 比起让人想起Nugens SM的校服概念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之前Excel也有过类似的概念 而且奇幻Nugens的MiniG 也是SM出身 过去与民进合作的人 还在SM工作 所以说 谁模仿谁 本身就没有道理 在我看完MV后 只想到 文彬的脸 所以 来自兴趣 Lov Irgu 以及Lov Irgu 和Tito MV相似的意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老婆不接电话的理由 如果是我就会用左手把她推上去了 没给她挂断就不错了 如果我在陪女爱豆 引上来电话的话 我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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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认识到 这么多了 都 你 我认识到